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WE战队的SKY 李小峰 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就是说带来一场视频的解说 为什么我会录制这样一场魔兽争霸三视频呢 是因为怎么说呢 前段时间我在北京打了ECL 但那次比赛的结果我相信很多玩家都已经看到了 不是很理想 自己在比赛中发挥的不是很好 可以说很多地方发挥不好 所以说呢 我当时就想了很多的问题 就为什么在自己的比赛中总是有的时候会打得比较迷茫 而且打得摸不清头绪 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所以说呢 我就想过有没有自己回来之后 去做些什么样的东西会好一点 是否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呢 或者说自己去想一下 或者说再记笔记 或者重新做什么呢 但后来想一想 如果自己去录制一些视频呢 在视频里面重新的去好好的回忆一下 回顾一下自己当时比赛的那些场景 那些心态 那些比赛的时候的一些东西 一些事物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 于是我就想到了这方面 我就想着来录制下视频来来尝试一下 当然录制视频的话 我也选择的这盘比比赛战报是比较讲究的 我选择了就是说是当时和零零比赛 就是说一个比赛的第二局的比赛 就是说我当时这场比赛是输给他了 是被他2比0了 不过这场比赛呢 怎么说呢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场比赛 因为我这场比赛 我觉得是我当时打比赛中就是打的最二的一盘比赛 可以说最泛二的 在很多地方有很多时候前期很有优势的时候 很多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在中期很轻松的就是赢下来 但是自己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却就想不到这些东西 总是觉得自己脑子就是当时有点在就是思维特别低 低到一种境界了 就是根本就现在就是从一种旁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简直是一场就是说是让我觉得自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比赛 所以我就拿这场比赛来录制 然后录制之后我希望呢自己可以引以为戒 这也是我录制的第一场比赛 希望自己可以在后面的比赛中打比赛的时候 可以做到不会像这样录制比赛这场比赛的发生的这些情况一样 就是这么有点犯二 OK 好的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是 比赛里面的一些情况 虽然是要讲心态讲什么的 但是比赛的情况还是要大概的讲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我是选择了第一个农民过来的对手家里面造了一个房子 同时呢这里有一个农民在这个地方造成第二个房子 当我第一个农民过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到对手是一个战争古术的这样一个 先战争古术的开局 我就知道对手是个中立了 既然对手是个中立呢 所以在游戏里面呢 我就选择了用MK二发的这样一个情 就是说选择了MK首发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在没有Dame Hunter 就没有恶魔力的情况下 MK还是比较的给力的 而且呢MK在练完这个低晶实验室 在练完这个这组小怪之后 同时呢在练完这个分框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练完分框之后 MK就能到达三级 到达三级之后 对付那些中立还是比较有效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我一个就是前期的 这些小细节的操作上 我还是很注意的 就是把红鞋农民拉进去 同时呢敲上最大的兵力来 第一时间练到这个地方 因为对付中立的话 中立一般是不会来抓你的 不会这么快来抓你 因为他自己也要练极 然后你就可以在天黑之前 迅速的练完这个地方 并拿到宝物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00这边呢 就是也是一个练极 我们看到果然就练一速度上 中立还是比你慢了一点点 他在现在呢才练完这个地方 OK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我的MK没有在选择练完 之前就走掉了 因为MK你这样提前走掉的话 可以第一时间去商店 购买那些道具 同时呢 从我的思路来考虑一下吧 就说这个时候呢 我是看到两个小精灵 然后一个红血分半去追 然后同时呢 MK来买鞋 然后这边呢 因为比较缺木头 我就先造了伐木厂 以及两个建筑 从这个时候 因为我知道他是受王的开局 那么的话我还是需要对付受王 这个中立英雄一定要先造谈 因为受王还是比较给力的 同时是说我在双线操作这些富特曼 去探对手 在MF的下个点 因为这个点 这两个点是不用探的 他肯定是MF完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探继续探 这个探完这个分框 没有的话 我来探这个用兵 用兵还是没有 我MK呢横向抓一下 就是来抓一下对手 是否在这个地方练 但也没有 我们可以刚刚刚看到 00的这个小精灵自爆 还是很犀利的 但因为我MK是满魔的状态 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 来释放一下这样一个魔法 来释放一下这样一个魔法 然后同时呢 这个时候抓了一下 还是没有抓到 这个时候可能我在比赛 当时我的心态就有点慌了 因为你没有抓到对手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你不知道对手在做什么 说这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但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对手的 我们看到对手的这个兽王 然后来到这边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说选择了MK来 逐个的先击杀掉这些AC 因为这些AC他还是比较容易杀掉 同时我从家里面也第一时间的 拉出来的民兵啊 看到这个虽然是我自己打了比赛 但是我在这个观看的节奏上 还是慢了一些呀 还是就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情况 同时呢我看到就是兽王 就杀完AC之后 那肯定就是为兽王了 就为兽王这些操作 在前期我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还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OK 这个时候把兽王赶走 同时家里面开始第一时间的 敲上这个敲上这个分框 敲完分框之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塔的位置 在前期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 就是把塔一定要造的好一点 就是一定要形成这样一个 包围之行 在前期的Rash的时候 你可以更好的防好对手的一些Rash 同时呢红血的富特曼 我家里面拉前线呢 留上这些 就是血比较多的富特曼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打开战争迷雾 看一下就说零零这边打法 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拆掉就有了一个BW 但是呢我没有想对手在这个时候 是会用什么样一个打法 其实呢如果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亮的 很明朗的就是告诉自己 对手肯定是要用一个Rash的打法了 因为是兽王加纳加 同时还有BW 那就代表他没有BH 没有BH的情况下 我在前期杀了4个AC 同时又赶回了一次兽王 又拆了一次BW 这个优势已经是很大了 在这么大的优势情况下 如果从现在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他拼 因为MK没有魔法 你就杀不死他 他拿家过来肯定是买了保存的 有了保存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看我爸大雪吃掉了 又没有杀掉拿家 这个反目机器人 现在按照这个攻击频率也是打不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从现在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地方 特别的失败 因为你杀了又杀不死 反目机器人 然后又打不死任何东西 同时你还要再送一些单位 这真的是有点不理解 自己当时怎么想的 如果从现在角度来考虑的话 肯定是要 肯定你是要 就是说是防守好 然后去继续去对手家里面拆东西 只要对手拆不了你的塔 然后你或者说 就是你有些单位在那 跟对手周旋也可以 同时双线去对手 去对手家骚扰一下 拆点东西了 搞点小破坏了等等这些 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点上我就开始犯错误 犯失误了 自己一定要提醒一下自己 在后面的比赛中 有同样比赛中一定要注意好 我们看一下零零操作还是很犀利的 他在网被解除了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只有 因为刚刚只有10点血不到的 防目积极人给保存了回家 但他保存回家之后 我就明白了 你肯定保保 你把防目积极人保存回家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兽王怎么保存 你肯定保存不掉了吧 然后我就说第一时间就敲过来这些民兵 然后围掉这个兽王 这波的进攻的话 倒也没有太大的坏处 因为我明白对手 就是说这个兵力不成正比 而且我MK刚刚在吃完药膏之后 我是肯定就是说是可以恢复到 来杀掉击杀你这些单位的 说在能击杀掉你单位的情况下 然后去选择交战 这样才是叫做有利可图的交战 这样的交战才是对自己的比赛是有帮助的 说这点自己在以后的比赛中 也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好 所以说这点上也需要自己好去反省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记得在比赛里面我就有点懵了 因为我就没有想到对手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打法了 然后对手会是什么样的开局后面东西 我都没有想到很多 我只是在想 我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 因为我输掉的话 就会输给零零什么什么之类的 因为零零这个选手呢 他给我比赛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他是国内比赛选手中 很少能给我有这么大比赛压力的选手 因为之前比赛可能我输的输的比较多一点 说对这零零比赛的时候 我总是会感觉压力比较大 但是呢 我已经在尽力调整这些情况了 而且觉得自己在这些情况上 已经调整的比较好 在逐步的调整的比较好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说是 我发现了就是有这个分框 同时来就是说来打这个分框 但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还是在思路上没有很好的思路 我总是看到这些法 这些 就是看到这些 风轻猛轻德路仪之后 我总是害怕对我Rush 然后呢 我造了很多塔 但是造这些塔呢 是对的 但是呢 我应该去走一步 想三步 就是说你一定要想到 怎么打这些风轻的猛轻德路仪 怎么打比较好 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打比较好 这个时候呢 我第一反应 条件反应肯定就是破法 用破法来打 但是呢 我就没有想到 就是说对手 如果我用破法的话 那么 怎么去打对手的转变 对手的变造 就是我想到第一步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步 就是怎么去 如果对手转了小路 或转什么样一个东西 怎么来打 OK我们先看这个娜家 这个娜家过来就是送的 等说是这个时候 我的 就是这些细节 这些很简单的思路 我还是很明了的 因为我知道MK有魔法 他的狩王刚被我杀死 肯定还没有复活过来 然后这边呢 我就选择了MK追 然后这边 富特曼从这边超过来 一个双线的一个包抄 这个小比赛的这些意识 跟条件 操作条件反射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说这些地方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这个时候呢 我就应该 还是应该就说 去想三步 基于进行那个 想三步的过程 想对手的打法 对手现在优势起 他优势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劣势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其实最简单来说 最简单 最明了的打法 我相信大家 很多现在看这个视频的人 也应该明白 就是说在前期那么大的优势 而且双矿也开了 而且00现在是一个 是一个猛心得虑的打法 你只要用MK 加双兵爆火枪 加二本用大法师 然后他的光环 提供给男女物 不停的有驱散 有死了 就有这个缓慢 等等这样一个技能打法 就会比较好了 这个交战真的是 比较的犯二了 送了好几个footman 而且同时 还没有击杀掉对手的单位 所以说这种 这也是一个比较失败的地方 比较没有注意好一个地方 这个时候 其实我只要这里分框 有塔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和对手 在这个地方消耗的 我可以去选择MF 也可以选择把精力放在 就是造这些二本建筑 比如说这个BR和这个商店 就比如说放在这里面 把精力放在这里面 其实有些人造建筑 也是要花费精力的 你看坐在这里 就被对手骚扰了 所以说真的是一件 得不偿失的事情 甚至我好像可以去 对手家骚扰 去对手家骚扰 所以说在比赛里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 往往就是有很多 这样小的细节的失误上 然后导致你在后面 送掉了你前面的 很多地方的优势 所以这些地方是 真的是比赛中的一些大技 一定要去注意好的 需要去好好的注意到 当然 最后其实在这一盘 我就在思路上 我们回到刚刚 就是说思路这样一个情况 我在思路上就犯了一个 比较 比较二的一个思路 我选择了用 选择了用双BR的 双BR来造破法 加火枪 加BMG这样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可能打兽王 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打兽王的话 你想想 兽王如果招熊 然后用熊的话 再加上对手转小路 就是很克制 这样一个打法的 是会特别的克制 因为你没有能够打 那个受完的二级熊 甚至三级熊的一个东西 你的破法打不动 你的MK的锤子打不动 然后 他还可以去 基于你 他还可以打动你的火枪 他的豪竹 可以 打你的男女巫什么这些的 但这个打法肯定不会用男女巫了 因为BMG是支撑不了男女巫的 因为男女巫是需要大量的 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可以说需要 需要大量的这个AM的互换光环 才可以支撑起 我们可以看一下00这边 如果他是开矿的话 如果他强行开矿 那么我用这个打法持续暴兵的话 是可以来占到优势的 但是他00还是一个很明智的 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手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发现兵力不够的时候 他又选择了来等这些来等这些双BL小路 因为知道有了小路之后 然后再加上兽王不停的猪和熊的技能 是可以的 但是前面可以说 我刚刚送的那几个富特曼 送的太关键了 把他的兽王送到了四级 真的是 就是说现在我有点 不是特别的好打了 再加上小路出来之后 就会比较克制我这样的打法 在当时我就没有想到 对手会用这样一个打法 因为我只是觉得 我出了破法之后 我出了破法之后 然后我就再加上火枪 他可能用习惯性的条件反式以为 我以为对手会升级鹰 会升级好住加鹰 那么升级好住加鹰 我出少量的火枪 是会克制鹰 而且我觉得对手会一直爆 爆这个猛心德鲁伊 就是我爸 等于说 等于说我爸00的 00的这个智商给拉到了一个 跟我当时比较低的一个智商的一个水平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00的 他是一个经验很老道一个选手 他并没有选择 就是说是 持续的出这些东西 因为他发现Rush不下来你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面就是说 很多塔的时候Rush不下来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就是说是来转小鹿 来转小鹿 然后就是说是用小鹿 然后来寻找最后的就是转 也可以说最后的机会 也可以说寻找就来转优势的机会 如果出火枪加男女巫加AM的话 那肯定是他小鹿也是完全克制的 也是他最后的机会 但是他就说我出这样一个组合 自然就是他让 就是选择了让他来大量占取优势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熊 二级的熊都已经这么bug了 然后他可以不停的在后面来杀掉你这些 我的一些落单的破法和这些火枪 而我呢现在就杀死不了任何单位 只能杀死这些猛性德鲁尼 而这些猛性德鲁尼现在就是送的 但是现在你看小鹿的这个减速就出来了 他一个减速 然后加上熊上去来拍 还有豪猪的这个大量的输出 你看你看这个破法又跑不掉了 这简直就是跑不掉了 就是在送 就完全是在送 啊我现在人口还很尴尬 是在五十多人口 说这个时候呢 在比赛里面的时候 我的思路真的是有点迷茫了 就不知道怎么打了 然后我就 把思维又拉到了 像以前TM那样就说是 啊那就干脆出坦克吧 干脆用坦克来打吧 干脆就怎么打怎么打了 然后同时呢 我好像在这个地方 我A死了 看到尸体了吗 然后我A死了自己的两个民兵 A死了自己的两个 呃两个破法 把自己人口加到了五十人口 要五十人口之后 让自己经济更好 啊这时候呢 我还是更二的犯了这个失误 就是说 没有回生的情况下 我再次的选择过来抓最多疯况 希望能打到这个对手的分框 其实现在从旁观的角度 可以看一下 你根本打不掉分框的 你这些破法 怎么可能打掉一个 有生过自然祝福的 七点防御的 1300血的这个分框呢 只是在给对手不停的送经验 不停的让对手的 兽王的这个等级上升 兽王到达了五级 到了五级之后 啊是一个闪现的熊了 1200血 我刚刚已经扔过一次 风暴之锤了 这个熊都没有死 然后我现在 一个被动晕 又扔了一个风暴之锤 我们看一下这个兽王 还有300多的血 还有300多的血啊 天哪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两次二级的锤子 然后同时这个熊 闪走了 还没有赚到经验 然后对手的这个小鹿 号称最Bug的一个 暗逸的一个单位 但是相对来说 在没有克制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比较Bug的 又可以减速 还可以堵你 而且最重要的话 它是一个战略 战略性的兵种 可以这么说了 这边它的分框是很 零零的分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很容易的建立起来了 而这边呢 当时在比赛里面的话 我们继续谈比赛吧 在比赛里面 当时的话 确实我的有点 头脑有点发懵了 我选择了剩极的三本 同时压了很多钱 1500多的钱 我就造了双BW 造了双BW之后呢 然后就又想出小炮 又想又想 就是又想又出钢点的部队 又想出一个 呃 又想出坦克 又想出就是说思路很乱的 这个时候就特别乱 当然我们先谈这点 这个时候呢 我的MK过来 如果就是我过来之后 其实这个MK过来 我是有企图的 我是希望能够买一些炸弹人 过来把这个基地给炸掉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在比赛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有个小路 如果现在买炸弹人的话 这肯定炸不掉的 他的大部队 而且这么近 把我的这些破法和削法刚赶走 我肯定炸不掉 我只能就是跑掉了 等回头再有机会来选择炸掉 他这个这个这个基地吧 或者再找机会 这个时候其实呢 我们从思路上来讲 你知道吗 最好的思路就是什么 就是说是 就是说我还是走一个制缸组合 就是说是不要出坦克 就出纯破 纯那个骑士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呢 我们回到刚刚 就是说刚刚那思路 就是说我刚刚说是买不了 但这个时候 我用直升机侦查了一下 我发现 这边没有小路了 好的 我现在就买上三个炸弹人 同时我刚刚知道 他的兽王是在这个地方练急 因为我这个房子看到了 那么这时候 我就三个炸弹人就来了 虽然你是七房的成家 那么你还是扛不住三个炸弹人的吧 兄弟 然后我就一炸两炸 然后第三炸分开 对 然后炸弹人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要一个一个上 不能一起上 一起上的话就 哪怕是只错了这么点距离 就屏幕上 我现在看了这么点距离 炸弹人都会把自己的单位 第二个炸弹人给炸死 所以说就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细节 但是我们再回到刚刚的战略上来说 其实这时候呢 我从战略上来说 我应该就是说是来对付这个组合嘛 肯定是要出一个制缸的组合 制缸组合的话 你就要出 就尽量不要出空军了 因为空军的话 打鹿加豪猪是没有太大优势的 我是应该出不停的出骑士 然后再加上小炮 再加上双商店 为什么要说双商店 说双商店这个技巧 就双商店的话 可以让我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就买上两个保存 两个英雄都保存 从刚开始 就可以跟对手刚 可以跟对手 就是为什么叫制缸组合 就是你有双保存 当比如说这个破法 在快死的时候 就可以保存好 同时呢 再出上帕拉丁 帕拉丁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给这些东西加血 然后你把所有的钱 就花到第一时间 报八十人口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零零的钱 零零的钱 可能你看他六十人口 六百多块钱 加上我刚刚炸他基地之后 他报兵速度 肯定没有你快 因为你那时候攒了 那时候攒了两千的钱 如果第一时间报兵的话 就是用这样一个制缸组合 然后后面再加上 有帕拉丁的不停的加血 有血法 有血法不停的抽对手的魔法 然后加上MK 时不时的扔个锤子 再加上你可以保存一切 你你的骑士 你的你的这些小炮 虽然你的小炮可能会被杀死 但你可以造多一点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熊 明显就没有那么多 刚才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组合 来保存 加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当然呢 其实这个打法 就这个制缸组合 打他现在这样的思路 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打法 最好的打法 就是在二本的时候 二本的时候 就是说利用自己的优势 然后来打掉对手 可能这样就是 比较好的一个思路了 所以说打兽王呢 很多时候 可能就是说是 二本比三本要好一点 因为二本的话 你出一些驱散部队 就可以让兽王 就可以轻易的废掉兽王 这样一个英雄 就是废掉的一个英雄的话 就会比较好打了 然后我恰恰在这里呢 选择了一个 你看到这些坦克了 什么之类的这种 四不像的打法 为什么说四不像呢 你看我这边 你看又有一个骑士 然后一个小炮 一个失救 一个破把 三个英雄 那简直是每个兵种都有一个 真的是四不像 什么都出了 但是又没有作战能力 然后坦克呢 又浅浅上A不上去 因为他的这些小路的 减速加拿大加的兵舰 然后再加上伐木机人 什么的 就再加上说完了熊 还能悬运坦克 那简直就是 玩克这样一个组合 所以说呢 真的是在比赛里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思路 真的是比较的迷茫 比较的晕 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说在后面的话 就是说我希望 这样的解说 还是给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说 能够 获得一些 优势的地方吧 能够以后注意好 这些东西 看这边呢 我是否有拯救 这样一个 OK 帮他点加了一下血 然后同时来保存好 但是这边呢 又死掉了一个 死掉了一个骑射 这两个小炮呢 真的是位置也比较差 以后在这个造建筑学上 也要注意好 就是说这个BW等等 这样的位置 一定要注意好 当然最重要的话 是因为我现在 没有足够的兵力 跟对手交战 所说导致我现在是 略是是 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来越大 因为我还是在 试图的用坦克 用前线 用坦克来 打掉对手的 这样一个基地 当然呢 坦克在这个地图上 其实在我 三本的时候 那个时候出坦克 已经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了 为什么说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你看这个 出坦克之后没多久 就说你的主矿就爆了 主矿 一般出坦克的话 人族都需要两到三矿 在运营的情况下 才能保证你一直用坦克牵制 因为牵制暗夜的分框 同时呢 不停的来报兵来打对手 而这个时候呢 我就选择了破釜沉舟的 还不算破釜沉舟吧 就是选择来用坦克前线牵制 同时呢 又希望这个时候 能够打掉对手的这个分框 但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图太小了 它只有四个矿区 暗夜是很好防守的 在这个时候 而这边你看 只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三文组合 打这个 打这样一个 打这样一个豪猪 加 加兽王的熊的组合 不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选择呀 但在这边操作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00的操作还是很犀利的 然后就是说是一些小鹿 加上这个熊 然后过来就是来追杀你这些小炮 然后正面的战场上 它就不管了 送上你一些熊 因为毕竟我的师救不是很多 师救不是很多 杀熊还是杀的很慢很慢很慢的 而这小炮呢 真的是 就是说是有点废 因为我的骑士不是很多 他就可以来安心的打小炮了 如果我的骑士多一点 就像刚刚说的 用一个制纲组合 用骑士多一点的话 然后就是说 还可以对他这些小鹿 造成一些比较大的伤害 虽然骑士不是很克制他 但你在没有火枪的情况下 骑士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 当然火枪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机械篇中里面 称呼火枪叫做 怎么说呢 像00跟Infe 我们三个称呼火枪 就是说叫做 被别人翻盘的利息 说火枪的东西 只有在二本优势特别大的时候 我们会去用 如果不是二本优势特别大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都不会去用火枪 因为火枪用的不好 很容易就被对手翻盘了 因为火枪体积太大 而且他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他的这个很容易被对手去克制 OK我们看一下这边 010的一个操作两头熊 不停的悬晕 不停的悬晕 然后那下我们看 有个小细节 吃了一个东西回来 同时呢 三百多魔法 完全可以放交叉闪电 果然放了一个交叉闪电 这边呢 我记得我刚刚的身上的这个 避难全上用过一次 因为我只有一个商店 说避难我要一个一个买 等买差不多要10分钟左右 才能买买其 靠一个商店买其三个避难 如果我有三个避难的话 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很轻松的 保持回去那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MK也没血了 两头熊 之前的就是爸爸 然后我交换了一下避难 然后把这个避难回去了 但是我刚刚听到很多骑士死的声音 然后他在这边用小鹿 追杀死了很多骑士 然后这边的话 我用小炮试图来杀死一些单位 但是我不敢上前 因为这些小鹿 因为他的这些单位 就是说那家家兽王 是能够克制我现在的这些 呃 这些小炮的 所以说这些小炮的话 是上前不了的 所以小炮交战的话 你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前面 有可以保护好小炮的单位 或者说你又可以保存好 小炮的单位 就是说是三个避难了 或者再加上帕能加血 同时再加上大量骑士 一样有骑士能够保护好他 但你只有一个骑士和一个失去的话 那简直就是保护不好 保护不好 OK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边的双方情况 00现在是1000多 2000将近50人口2000的钱 然后我这边呢 就是说是现在只有51的钱了 虽然这个时候呢 在比赛里面就是说可能 就说是希望 就是我比较劣势了 但是呢 职业选手嘛 我肯定还是希望自己能够 能够在后面 就是说是取得胜利 把能够自己有些希望 所以我还选择复活BMG 这时候呢 我觉得我明白了自己 就是在出坦克是没有任何作用了 基本上出坦克是 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 所以我就选择了MF 我希望自己可以通过MF 来就是说是赚取一些优势 把帕丁比如练到三级 利用一个英雄的RPG 就像以前00打UD那样 然后利用一个英雄的RPG 然后就是来搬取最后的优势 我们看到这边就是碰面了 碰面了 然后我们把站中迷雾关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身上有单船 但我不想单船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跑掉 因为这些小路嘛 但那家只要没有 动到我现在可以跑掉 但我们看一下 00这里一个操作细节 它招出来一个熊 在我要进取之前 然后把这个熊跳到了前面 那么现在的话 我再来单船的话 肯定是来不及 因为我知道后面有那家 还有这个熊 他随时可能把我击晕 这样一个情况 肯定跑掉了 而且我当时刚刚是 这边的部队在MF 实在是回救不及 来不及就到这边 所以说呢 这个00在这个细节上 我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 他在这种比赛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还是能够 很注意好这些细节 在这些细节方面 他还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手 我们看一下00在这个时候 杀掉了MK之后 他知道没有MK情况下 就选择了 刚好收完到达6级 我们看一下收完是不是 刚好到6级 收完是刚好 基本上到6级没多少 然后就是选择了来 来释放大招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就陷入到一个 比较劣势的一个情况了 但是呢 比赛嘛 因为这盘如果输掉的话 肯定我就是相当于 在这个比赛里面 就输给了00 所以说呢 我就希望自己 自己 怎么说呢 希望自己 还是能够有一点机会吧 所以说呢 我并没有 放弃到这场比赛 我希望自己能够 能 我还继续造塔 希望自己能够 在比赛里面能够重新的 就是说是来取得后面的优势 MK死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说是没有选择再复活出来了 我希望就是买出来 买出来之后呢 用权力的防守好 因为我知道00的下部进攻 肯定还是要来的 下部进攻还是要来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还有机会吗 让我来在现在 用我的现在的旁观的角度来思维一下 如果从现在局势来考虑的话 我觉得确实思维 就说是 机会和情况 可能不是特别大了 可能就说是 像00之间那样 如果英雄等级高的话 靠RPG 可能还是有一些 有些情况 可能还是有一些机会 但是机会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自己坚持下去 因为为什么坚持下去 因为我看了一下矿 矿还有七千多块钱 如果这个矿只有两三千块钱的话 可能我不会去坚持 我会选择打出机器 但是因为分矿的钱还比较多 所以说呢 我希望自己就是说是 坚持下去 然后就是在最后来寻找一些翻盘的机会 但是我们看一下00这边的兵力 一些对比 如果它是只有这些兵力的话 那么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打的 就是只要是操作的稍微好一点 分配好这些单位 利用好这些单位 然后小炮 比如说第一时间 先藏进去 夺好这些攻击 然后再小炮来 小炮来 一先打好这些 然后同时呢 自己的这些正面的兵力 再不停的出着 然后再来骑士来打这些熊 骑士加这些 加三英雄 加十九当然就不出了 因为空军的话 你肯定他只要轻易的一转脚印 肯定是打不过的 所以说呢 嗯 是就可以不出了 然后就说这样打的话 还是有些机会的 当然以我对00的了解 我知道00它是一个 它肯定是一个 喜欢秀的选择到最后 而且我都觉得自己当时在游戏 我都觉得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基本上没有太大胜算了 我觉得00肯定是在出一些某些单位 是到底是什么单位呢 我就不了解了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我00的基地里面 他出的一些单位 好的 果然是一个喜欢秀的选手 金玲珑 因为现在确实三公里金玲珑17到25 确实呢 我也没有 没有可以很好来克制他的东西 因为我这时候 我肯定是不会 他也知道 他通过侦查也知道 我是来 我是没有BW了 所以说我是没有办法出直升机了 既然没有办法出直升机 我的骑士不能对空 然后三英雄也不能对空 除了这个BMG 小炮不能对空 然后师救不能打青龙 所以说呢 他就选择这样一个秀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不知道 我现在看到了 现在从我的视角里面看到 当然在比赛里面看到了 不过这个时候呢 我还是希望 舍望自己能够防下来这一波 能够 抵挡下来这一波 能够寻找他更好的机会 但00在这些方面却做得很好 他选择一个 现在选择一个比上次更好的位置来放大 我希望自己的MK上去 能够被动晕 出一下被动晕 但是可惜MK 根本就经历不起对手的一轮攻击 我只能就是在帕拉林 加过一次血的情况下 然后保存回去 然后这边的话 哎 正面的战场上 双方人口差别太大 我只有42人口 啊 00有70的人口了 在这一话 有70的人口了 然后同时呢 只有两个塔了 是完全抵挡不住金龙龙了 完全抵挡不住了 大势已去啊 如这般比赛呢 怎么说呢 自己输的 还是 比较郁闷的 从自己前期有很大的优势 到自己中期没有很好的思考能力 看到打出了机器 到自己中期没有很好的思考能力 没有想好怎么去打对手的这样一个打法 而且在自己犯了一次错误之后 还没有更好的去纠正自己的错误 还选择了 在这种思考能力上选择了更 就是说是定性思维的一种东西 然后就选择了用了一个这样三个打法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盘比赛还是通过解说之后 还是带给了我很多思考的地方 带给了很多从旁观的角度去理解的地方 所以说呢 我希望这样一盘视频的解说能够帮助我获得更多的经验 帮助我获得更多的一些理解吧 当然呢 这样的一个解说可能大家不是很喜欢了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个解说是主要是为自己的一种思考吧 后面的话 有机会的情况下 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解说更多 就是说是比较精彩的一些比赛了 当然也会解说自己一些赢的比较精彩 一些比赛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同时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 就是说是我自己这种业余爱好的一种解说吧 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魔术三 多支持一下电影经济 多多支持一下我自己 毕竟就是现在呢 可能打比赛 很多时候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有的时候打比赛 可能不会像以前比赛一样 就是发挥那么好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也发现了自己一些缺点 可能自己打的比较死板 可能打的不够灵活 我希望自己在后面的一些比赛 能够打的比较灵活一点 而且能够打的比较执着一点 能够打的针对一点 同时呢 也希望自己能够发挥好一点 希望自己比赛能够打的好一点 最重要是希望自己今年的WCG 在韩国12月份7号的釜山的世界组军赛场 能够发挥的好一点 或者说就算我发挥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我也希望010 希望Fly和我同样征战韩国选手 可以发挥的好一点 希望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 谢谢大家